我做这个讲座可能是不成功 我试图是想给群友们解释一个概念 就是说美国如果借着台湾从中国大陆身上下去更大的利益的话 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战略利益 这个未必伤害中国人的利益 事实上有可能会帮助中国人战胜共同党 同样台湾台独这个阵线里边 不管是极独的 还是这个缓独的 还是中间的 还是偏桶的 这个蓝和绿的这个光谱 不论谁 只要是他积极的想改变这个 这个现在的这个status quo 都是对我们的一种帮助 因为他们可以牵扯共产党政权的这个权利 让他们高度紧张 等于是把这个骆驼的背上啊 给他增加稻草的这个分量 我们都感谢他们 所以台独的朋友们加油 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 也是台湾人民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身上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苏联枷锁 这个苏联模式的枷锁 把我们的把我们的人际关系搞烂了 我们的经济 因为由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啊 阻碍着我们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啊 我们的这个环境已经被共产党的疯狂 野蛮式的开发彻底毁掉了 啊 到处都是雾霾 人活在那都不健康 啊 这个 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共产党啊 就像一条铁锁一样 啊 套在中国的身上啊 中国凭自己的力量啊 我们中国人凭自己力量 没有办法打开身上这个枷锁 只能靠外力啊 只能靠外力去啊 去增加这个张力 让这个枷锁最后崩断啊 所以这是一种配合作用 欢迎外部家 所以这个台独的朋友啊 台湾的朋友 不管你是什么立场 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中国政府制造紧张 就让他们紧张起来 让他们紧张起来 同时啊 中国的民主人士会帮助你们 做美国的工作 你们自己也应该到美国来派游说团队 让美国确保和平啊 和平让美国向全世界声明 台湾海峡的和平是人类的 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啊 要确保和平 在这个情况下 你们就是要去追求你们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啊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应该有的权利 你们在世界人类这个大家庭当中应该有的权利 不应该有啊 不能因为你跟中国大陆过去曾经那种历史就阻碍了你们这种啊权利的追求啊 这种过去的政治正确应该打开了啊 川普已经带了个头 腾中这个朋友呢 你的观点呢 啊大家都熟悉 这里都是老朋友都熟悉你的观点啊 你的观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个什么呢 你的观点最大的那是客舟客舟求见 你犯了一个客舟求见的毛病 这个毛病一定要改啊 你讲的那些东西啊 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啊 几年前是成立的 现在情况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你分不清一个历史啊 这个时间轴 你把时间轴给扔了 这就是很多人批评人 他不是批评人家的此刻 现在 他是挖人家的老底 就像批评我领宽一样 挖出我三十年前在哪哪写的一篇中学生作文 他给找出来了 啊 早说我可能有一篇非常幼稚的那种言论 你用那个来否定我现在 这不是很荒谬吗 对不对啊 这很荒谬 这个图宋华 这个批这个夏宜良也是这样的 挖人老底啊 说人家在北大都不是副教授 现在川普当选之后 台湾对于台湾的冲击非常大的 而且蔡英文这个班子呢 应对也非常的迅速啊 非常的明智啊 这都是高手在下棋 您的这些评论都已经老掉牙了啊 希望你在闭关啊 学习几天啊 读一读最新的东西 你去一趟台湾访问访问 去问问大街上老百姓 去读一读台湾的报纸 看看台湾的电视 去跟这个台湾陆委会的这个官员去学习学习 跟人家交流去了 然后再来发言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 你这个是各州求见 所有的这种下三滥的提醒别人 攻击人家啊 尤其是很多东西是在变化的啊 都是靠挖人家脑底啊 用过去的他来否定现在的这个人 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不高明的啊 这个是误导人 这就叫忽悠人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城中朋友啊 我这个是苦苦婆心的 我跟你提这个意见 也要你记住这个成语 克州求见啊 不要用死的眼光去去看这个事 去评论这个东西啊 这个大家都在学习 信息时代啊 人们的观念跟着走 而且川普已经像个火车头一样的带领大家在改变 你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在动起来了 你还用这些老文章老调调来 这个都是不值一驳了 你的结论都是不值一驳了 你知道吗 要改变思路了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 谁给赵家制造麻烦啊 谁给中国政权制造紧张啊 谁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只有说让中国的这个身上这个枷锁 紧张到一定程度啊 紧张到崩崩溃的时候崩断的时候 我们才能摆脱这个枷锁 如果这个枷锁不排不掉 如果不把共产党这个政权推翻的话 一切都是空谈 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你说这个贪污腐败问题 六四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怎么样啊 不是越来越腐败吗 解决不了 你以为腐败问题那么难理解吗 还需要学者去论证吗 老百姓都明白腐败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啊 你看看香港虽然也没有民主 但是香港没有民主 他也能制住腐败啊 为什么共产党不学香港那个廉政公署 那个办法啊 就是共产党他不愿意嘛 就是因为 因为他把中国给捆上了 家属说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他了 你如果不能够把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这个正确的关系摆清楚的话 你永远搞不清这个问题 对吧 你永远是在帮助共产党维稳 你永远是在帮助共产党 要实现消灭中华民国的目的 台湾的独立 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共产党主导的 中国共产党他从几十年以前吧 不光是1949年了 1949年之前 他就处心积虑的要消灭中华民国 因为消灭了中华民国 他才能够成为正统 那么他这个愿望呢 在1949年基本上实现了 他49年那个时候呢 他曾经还打到过 打到过台湾去 是吧 那个有一个古年头大节 是中华民国的军队 把攻过去的一万多解放军 全都为全军歼灭了 这样才保住了台湾 那时呢 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台湾的 这个决心并没有 你展开场看这个 场面大陆这些 你先给我打住啊 我不是 我说了台湾独立 我并不反对 或者中华民国独立 这是一回事 而且中华民国独立于大陆 是不是一个事实啊 独立大家都独立运作五六十年 六十多年了 这就是一个事实嘛 之所以大家都不承认他 是因为当时美国玩了个手腕 同意承认一个中国 这是虚的嘛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金马叫中华民国 这个是不是更接近于事实啊 对不对啊 话说下来了 我就是台湾寻求他的 到底叫个什么名字 寻求他的公正的地位 我个人没有意见 他他们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 我没有意见啊 所以你不要跟我争这个 到底这个名字叫中台湾 还是叫中华民国 这没意义 城中啊 这个辩论啊 就是如果想做到有效率的话呢 你你这有两将近两两百人在听你讲这个东西 你讲点新鲜的东西出来 我这上面跟你提的问题是是努力的就是引导你说一些大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至于说民进党是怎么来的 这样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兴趣也不没有人驳你 现在就是说他既然出身是那样的他你也不能改变了 现在问你的是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那么他如果是共产党培养的 他是不是和现在共产党一模一样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为什么台湾人还选他们呢 对不对啊 这不是有病吗台湾人 对不对啊 我我的感觉民进党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党 现在他和共产党是完全不一样的 请你正视这个问题啊 你你说说你的看法啊 这个有点有点参考价值 城中老兄啊 你这种沟通方式太有问题了 你的沟通方式 你的说话的方式太原始 基本上让人家很难理解你想说什么 前面不是说了吗 你要说批评民进党 你不要老批人家的这个出身不好 正好像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汉了 你老说人家小的时候尿炕流鼻涕啊 这个黄头发瘦有意义吗 你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壮汉啊 到底这个状态是要揍你呢 还是要帮你啊 你你这个把所有的经理花在这上面 你挖了半天挖了民进党这些所谓的不光彩的历史 也不是你第一手调查的资料吧 这肯定是国民党给你的 你想到国民党的那些资料就百分之百的可现 那肯定是要打个折扣吗 肯定是有水分吗 就问你到底现在民进党这个做法和共产党有没有区别 你回答一下 如果真的民进党清算国民党的党产 我觉得我觉得我乐我乐见其成 因为国民党这个党产啊 也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自己弄起来的 也是通过偷窃啊 国民的这个纳税人的这个资产和创业机会弄来的啊 垄断弄来的 这个跟强盗差不多 强盗的丧物予以没收很正常 将来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得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民主化了之后 那些以共产党的名义注册的资产都要回都要没收回归国家啊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就问问你民进党还怎么迫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迫害 主要是老百姓啊 剥夺你的生育权 剥夺你这个房产的这个土地拥有权 剥夺你创业的权利 因为他要垄断很多东西 以政府的名义 民进党有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专门对付老百姓 对付台湾人民 剥夺这个剥夺那个民进党做了什么 请你回答 程中我再提醒你一点啊 你讲的让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啊 让这个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国啊 这就是这也是好多这个蓝粉的这个这个愿望 这个我们这儿人没有人反对啊 谁会反对这个呀 中华民国多好啊 问题是第一你要问问人家台湾人愿意不愿意这么做 你总不能逼着人家做吧 让人家扛起中华民国的这个统一大陆的这个这个旗子 这个旗子是很重的啊 这个比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还要难 你知道吧 你怎么会把这么一个重担子交给人家 交给人家之前你要问问人家同意不同意 如果人家同意我们都同意 对吧 你不能逼着人家同意做这个事啊 人家要是不愿意你不能强求 那人家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人家已经独立了六十多年了 人家就愿意改名叫叫台湾 或者就叫中华民国不要大陆 可以 你这个文章呢 写文章的这个尤其是第一段啊 非常冒犯 让读者读者就非常别扭 我首先读者就不爱读这种文字 每一句话都禁不住推敲 全是夸大其词 然后就是就是就是找敌人的 到处竖敌 这样写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失败 写文章是为了沟通你的思想 对不对啊 这样人都赞同你的思想 都赞同你这个 这个总体思想是同意的 如果你说OK 有一帮人 把大陆改成中华民国了 实行中华民国的制度 就是台湾现在的制度 绝对都欢迎 没有人反对 问题是你考虑考虑他的现实性啊 你具体怎么做 总有个起点吗 你从哪做 你不还得让人家台湾人做吗 你把一个硬蛋塞个人家 你不争的人同意怎么可以啊 如果人不愿意 你去做他们的工作 你别做我的工作 我根本就跟你没有意义 我跟你是一致的 你别弄一些刺激文章刺激我就行 我可以回答 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台湾人民选择民进党 那显然是对国民党不满了 是国民党的一个重大失败 不是一般的失败 是一种非常羞辱性的一种失败 这个失败有人基本上断言 国民党差不多已经彻底失败了 就意味着以后没有机会再重返政治舞台了 只能是打酱油的了 就这么一个命运了 现在遭到人家民进党的清算啊 查封党产啊 这也是活该啊 对吧 你过去就是一个一直是一个独裁的党 你这个钱怎么来的啊 对吧 你这些财富怎么积累起来 你能说的清吗 就像共产党是一样的 你说不清楚你被人清算那没办法 这而且这个制度也是你定的呀 你国民党执政这么多年 你定下来的制度啊 对吧 你当年收拾那个陈水扁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吗 人家现在其实也可以收拾马英九 不过马英九倒是挺干净的 这个这些国粉啊 这个希望于这个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啊 就是把大陆统一在中华民国 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 没有人没有人反对这个这个这种提案啊 这个你想谁 我从来没听到一个人说反对这种想法 如果真能实现的话 那是那是再好不过 但是你得面对这个这个他的障碍啊 他的障碍是巨大的 没有办法克服啊 对吧 且不说在大陆这边 台湾实际上任何一点动作 他大陆都是不会接受的 不管是民进党的还是国民党的动作 他都不接受 单说台湾这边的障碍 就说第一 国民党他确实没有这个斗志了 他从来他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 他见了共产党 他有理他还矮三分 啊 这个是他过去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你像那新浩年那么有利的东西 台湾都排斥他 现在这个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而且民进党跟台湾老百姓贴得很近 那么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社会啊 他是不断的往前走的 一代一代的新人成长起来 他大部分慢慢就就拥护民进党 觉得民进党更贴近他们 更能代表他们的诉求 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唯一能阻止这个趋势 能阻止的就是大陆的民主化 问题是现在大陆的民主化遥遥无期啊 共产党不愿意配合 所以这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啊 你像城中这样的成了批民进党专业户了 你去老接人家老底 把人说成倭寇 你怎么去跟人家谈呢 你怎么让人家跟你合作呀 怎么去朝着你的方向使劲啊 这不是政治策略有问题吗 所以这个城中啊 现在朝着遭到各个群的排斥 大家都排斥他 他也挺 上面 上面是城中先生的名片啊 有兴趣跟他继续探讨的 请加他 私下探讨 或者重新建一个群跟他去探讨 我跟城中 如果我们哥俩坐在饭桌上啊 喝这个小酒啊 伺候的舒服服的 我们俩是能谈的很多的 我们俩的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本人是非常认同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好 或者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我非常认同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省事啊 我非常同意 他说的一切我都同意 但是我不能同意 他用这种羞辱性的语言 挑衅性的语言 夸大其词的语言 歪曲死实的语言 去攻击人家民进党 你攻击他干嘛呀 你吃力不倒好吧 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作为我们大陆追求民主的人士 所有的台湾人 不管是什么党派 都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都是我们的合作对象 你干嘛非得揪着 民进党的那些过去不放呢 所以这个是我跟他的分歧所在 你看我这试着逼着他 让他说说 现在的民进党和共产党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他死活给我不说 他说历史 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或者说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那个马英九在的时候 做这个事更有力 你看国民党做吗 国民党根本就不敢做 他练 他见了大陆领导人 就跟他练个自由民主 他都不敢谈 他就怕得罪那个共产党 怕得罪习近平 你这个就是 这就像猫见老鼠一样 或者说老鼠见了猫一样 他驯服了 因为他这个好几代了 好几代都是共产党手下败将 玩不过共产党 见了共产党 游离矮三分 这怎么能行 这个自由民主 没有让他挺起腰杆来 面对这个习近平的时候 这个就荒唐了 这个就荒唐了 这个民进党的领导人 见了共产党领导人 他的腰杆反而硬一些 因为他是从底层 这个一步一步打开了 他觉得他的背后 有人民支持他 所以这个也蛮好的 民进党现在 你马英九 这算国民党里面相当优秀的了 他这个六四二十几年以来 他过去当小官的时候 当台北市长什么的 中常委什么 他每年六四 在中正纪念堂 每年纪念六四 他都是亲自到场 要发表讲话 都是这样的 这个所以给这个民主人 是莫大的希望 以为他当了这个总统之后 一定会有一番作为 尤其是在推动大陆的这个民主人权 这方面 结果让人非常失望 也可能是在年龄的问题 他年龄到了 就没有那个锐气了 也可能就是个党啊 木起沉沉 把这么一个小马哥 一度是非常亮丽 非常精气神 都特别足的一个人 结果一到那个位置 你看看坐这八年 多丢人呢 真的是丢人 也许他运气不好 他没赶上川普 他要赶上川普的话呀 他都他都做不到蔡英文这一步 蔡英文现在做的相当漂亮 我很赞 城中说土共知识台独 这是他他这个就是 这是他忽悠人的地方 过去在很早很早以前 土共是在经济上 还有这个秘密的 确实是知识台独分子的 这个是我相信是历史的事实 但是啊民进党也是不断演化的 他现在这个你你现在他还 共产党还支持蔡英文搞太多 那我是舍大了 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只有城中啊 他就是故意打这个时间差 他把这个时间给模糊了啊 这也是当年好多政客都玩 喜欢玩这个 所以这个都不老实吗 你再也还玩这个 就我就很烦他了 我一看这个 我都不爱听这些话 完全脱离实际 你说现在的共产党 支持现在的民进党搞台独 我借你一个脑袋 如果我输了 我把脑袋借给你 不可能的事 当年在很早很早以前 民进党他们这搞台独 这些人刚刚在闹事的时候 受打击的时候 共产党支持他们 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就是颠覆国民党吧 就是把把国民党给给给给搞坏了 这个现在这个难理解吗 很好理解啊 这就像当年美国拉拢土共啊 满足土共的一些要求 去打击这个苏联吧 那么当年是是有这个战略目的 现在这个战略目的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共产党一转手就要就要就要修理这个民进党了 那那就是你看他能他非常不待见蔡英文啊 不给蔡英文这个任何机会啊 对吧 他宁愿在小马哥儿匆匆忙忙要下台 但是匆忙跟他安排见面 就是要挺这个国民党嘛 他没想到他越挺 这个年轻一代越讨厌 因为主要是中文土共这个形象太差了 实际上是帮助了国民党的垮台 这是共产党现在做法 所以啊 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啊 这些就得推倒重来了 过去尼克松跟老毛谈的那些东西 时空已经变换了 那么当时做的承诺 现在这些承诺可以重新谈啊 可以推倒重来啊 可以就事论事啊 可以可以这个这个重新评估吧 再再多交钱呗 那么土共反正是有的是钱 关键是土共有钱 这个底牌被川普摸着了 川普的团队里面大家都会赚钱 都明白这个钱该怎么赚 所以这点非常妙啊 你不得不佩服 这这帮这个资产阶级店 人家是赚钱的高手 知道土共他妈的 有的是钱 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所以打这个牌打得太漂亮了 所以这个我真是佩服啊 佩服佩服佩服 既然美国有这个意向 要这个重新评估一个中国 你台湾还不借这个东风 你傻呀 你否则的话 你永远没有机会搞台独了 那慢慢的就被中共渗透了 你像这个光人人口这个比例差这么多 经济的总量差这么多 你台湾怎么可能玩得过中共啊 早晚被中共给你赤化了 要不就打掉 如果美国犯一个错误 战略上犯个失误 犯一个小小的失误 在这个保卫台湾 脑袋一脑袋一忽悠 那中共可能就打过来了 慢慢的呢 和平实际下呢 通过经济人才 啊 这个金融的交流 那台湾就给掏空了 然后中共弄一大帮小粉红过去 啊 到台湾 这台湾不就赤化了吗 现在就已经台湾 台湾有共产党的这个 拥护者 打着共产党的旗 五星旗 穿着 这个冒灰 这个解放军的冒灰 在大江游行吧 有这个 有这样的 老徒道歉的这个理由和借口 都是荒唐的 是错误的 谬误的 就说明是个假道歉 为什么呢 他道歉的 他自己说的理由 就说 有人刚告诉他 夏业良是 08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之一 在那个303人的名单上 啊 这个他过去不知道 现在有人告诉他了 他肃然起敬 对于那个夏业良 居然签署了 呃 08宪章 肃然起敬 看来这个08宪章 在他的心中的位置 是非常高的啊 呃 所以他因为这个道歉 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实际情况 现在下 现在的夏业良 已经突破了08宪章了 08宪章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是一个 很软的 低差很低的啊 没有 完全没有提 暴力推翻共产党的 这么一个东西 夏业良的思想早就突破了08宪章 如果这个08宪章啊 这个文件 在某个人心中啊 是一座高山啊 那么 那么当然啊 是应该是对这个08宪章 有一个比较熟啊 尤其他在海外这么多年 那么08宪章的所有的内容 他都可以掉随时掉出来看 他不可能不知道夏业良 是那个签署人之一啊 这个 居然对自己高山洋指的东西 完全不了解 不知情 这个 这个是 自相矛盾的啊 这个是自相矛盾的 这个 这个是比较比较可笑 反正 看吧 大家看戏吧 看看还 还会怎么 怎么表演 反正他是 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 他对于真正 推翻共产党的推强败 他是深恶痛绝的 是内心里厌恶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人会有很多卑鄙的手法 你看他提供的证据 他还嘱咐人家道歉的时候 一定把他拍的照片放上 啊 那个照片是别人拍了就给他的 啊 其实08宪章在海外 网上铺天盖地 你随便一搜08宪章 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签署名单全部都可以找出来 完全不需要找到那本书 确实有这么一本书 我还有这本书 这个书的发音量很小啊 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 如果他真的对08宪章啊 特别尊重啊 是心中的一个高峰 那他随时搜一下 你想想他都可以搜猴心 他都可以搜出猴心来 他为什么不在海外搜一下08宪章 那么把夏宜良的这个 在名单上有没有 瞬间就两秒钟就可以核实 他不 他偏向那个那个纸眉的那个书 传统的书的照片来附上 作为他的证据 这就是很可笑了 完全不可信 我其实对于图说的大部分的音频 听的不多 我大概听了有二十分之一最多了 这个第一百五十四期 我是精心认认真真的听了啊 仔细思考了 我的结论啊 图分华这是应该是 照单全收啊 读的国宝的给他提供的文件 因为这些文件呢 拿不出手啊 属于违法的内容 国宝从来不会把这个文件公开的去发表 去公布只能是内部掌握 那么有图送华这样一个传媒 帮他们宣传一下啊 叫叫恐吓一下这个网民 是对的啊 是值得做的啊 这也是图送华跟国宝合作的一个证据 大家可以找这个音频来听一听 假如说中国宪法第35条 赋予中国公民一百分的权利 一百分的政治权利 那么这个国宝呢 他定的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把这个一百分的权利给消掉了 只剩下30分的权利了 那么图送华在这儿不是说指出来 他并没有指出来 按照普世价值 按照中国宪法 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应该有一百分 他完全没有说这个话 完全没有做这方面的暗示 他是老老实实的告诉中国人民 你想在中国谈政治 你只有30分啊 只在30分这个圈圈里边 他越过30分这个边界线 你会有麻烦啊 这是图送华的角色 这不就是替共产党在宣传吗 替共产党在宣传那些非法的 迫害人权的那些那些土规矩 那个共产党的私家法 违反中国宪法 我可以把这个文件转来 但是这个文件应该是大陆的这个群有是看不到的 微信自动给他们删掉了 但是境外的自由地区的我们这些在自由地区的人 应该是能看到的 我马上转啊 如果谁有这个经历到图送华的群里面去 图送华又重新存了一边又重新转了 应该又有新的版本了 前段时间我把这个转到他的群里 他又把这个文件又重新存了 又转了一下 我先把这个转转来 起码境外的啊 这个辣椒妹可以看一看 我们境外的人听一听 我记得台北101那好像也有这个文件吧 我记得这个文件